Hello Hello, 歡迎大家收聽開聲看真D 今集來到第27集, 亦是2023年開聲看真D 這個聲音節目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主持繼續有我威廉和我身邊有一個好拍檔 以前由嘉賓主持來參與, 到現在正式成為開聲看的主持 歡迎Oscar、奧斯卡, 跟大家打個招呼 Hello, 大家好, 很開心加入開聲看這個大家庭 威廉, 我們即將下星期一直播NBA全明星賽 所以這集就講籃球, 亦是講最多人看的籃球聯賽 為何會今年第2023年第一集就要講一下這個NBA 就是因為Oscar剛才這樣說, 因為NBA接下來會搞明星賽周末 NBA All Star Weekend, 2023年 Oscar是何時搞全明星賽周末 沒錯, 接下來這個節目出街的時間 正正就是, 星期五、六日就在美國時間會舉行 為何叫All Star Weekend 不因為單單一場星期一早上香港時間的籃球比賽 星期五、六日也好, 三日都有一連串的活動 叫慶祝這個年度的城市 志在就是, 希望多些人可以認識到NBA這個比賽的文化 亦都可以吸一下金, 賺一下錢, 幫助一下加計 是的, 以我所知, 現場NBA正是講 這個全明星賽的正賽的球票 可以說是天文數字 亦都是一票難球 當中呢, 除了可以一場球裡面看完NBA那麼多位球星 其實觀眾席都是聲光嗨嗨的 有很多歌星, 有其他體育明星 是慕名而去看這個All Star Weekend的正賽 所以NBA明星賽, 其實香港人都不陌生 如果你喜歡看籃球, 或是籃球迷的話 其實都會追著明星賽 季後賽, 這些那麼重要的比賽 去留意著NBA 剛才講了什麼時候會發生 這個明星賽, 但是在哪裡發生呢? 奧斯卡 沒錯, 那就去到猶他州 亦都是大家所認識的 燕戶城猶他爵士的主場舉行 沒錯, 猶他州在西岸的州份 燕戶城, 為何叫燕戶城呢? 其實這個城市的西北面 就會黏著一個很大的燕戶 就叫做Great Salt Lake 燕戶城, 比較高的湖 雖然湖多數都是淡水, 但它的燕份非常之高 一個都算是十分之大的城市 先講講猶他州在哪裡 剛才有提到西岸 其實它是在加州的東面 亦都是在丹佛的西面 即是科羅拉多州的西面 夾著這兩個州 即是加州和科羅拉多州中間的州份 說了這個地理位置 猶他州在哪裡, 燕戶城在哪裡 真的要講一下這個比賽 全明星比賽 以我所知, 球員不是出名 打得好, 就可以有份打 這個All-Star Game 是怎樣才可以成為全明星的一份子呢? 沒錯, 大家可能在媒體也能接觸到 其實這堆球員 無論正選還是後備都好 其實都需要由NBA的球迷 粉絲上網去投票選出來 當然, 不只是粉絲 現在的現役球員 即NBA這麼多隊 30隊裡面 所有球員都用了一票 以及一些媒體的高層和記者 都可以投票 50%的得票來自粉絲 另外NBA球員和媒體 各佔25% 總括而言 就是可以入到這個Pool 被選擇 甚至可以出賽球員 都是有名氣 有話題 以及有實力 全部都是兼備的 可以說是籃球界的全民造星嗎? 是的, 以我所知 近幾年的全明星賽 就不只是分東西岸球員 投票 哪個最高票就可以打 這麼簡單 今年就是一樣 和以往幾年 分了兩隊 選擇了兩個隊長出來 一個就是 艾迪道公譜 字母哥 人稱字母哥 就是效力 墨爾族公錄的字母哥 另外那邊就是 奧斯卡最喜歡的球星 你自己說 沒錯 就是NBA歷史最高得分的球員 詹姆士 效力這個洛杉基湖人 兩位都是來自分別東西岸的票王 詹姆士總共有741萬票 而字母哥就有676萬票 差不多 有整個香港這麼多人口 可以投他們兩個的分別 也可以說一說 除了這兩位超級球星之外 還有哪位是明星賽鐵定的正選 來自達拉斯獨行俠的Donsick 以及七六人的安比特 以及最近轉會去獨行俠的艾榮 亦是威廉的最愛 沒錯 之後再說一下 有單佛金塊的尤基字 別人給了一個名字 他叫做Joker 因為那個串法都很像 但他叫Yorkic 然後就到主場球員 猶他爵士的麥卡倫 之後就到中岸的球隊 騎士的Donald Mitchell 其實他之前就是在猶他爵士的 然後到一個超級球星 灰熊的Jar Moran 莫蘭特 最後一位就是 可以說是超級球星 效力波士頓塞爾特人的 Jason Tatum 和帝母 這十位球員 將會成為全明星賽正賽的正選球員 沒錯 以上十位都是分別 就是東西岸中 根據位置得票最高的五位球員 跟以往不同 以前會分後衛、前鋒和中鋒 去到2023年 根據籃球本身的遊戲玩法 那個叫戰術模式 其實中鋒這個位置就 越來越退色 所以現在就分了前場 和後場 跟大家說一下 其餘有不同的後備球員 當然他們都是在明星票選裡面 都是有很高票數的 來自熱火的艾迪巴約 蔡爾特人的布朗 當然不得不提就是上屆 就是冠軍戰裡面 取得Final MVP的斯特芬居 還有公牛 以前效力過不同球隊 亦都去過馬赤的DeRosen 迪羅山 沒錯 你為什麼經常都說 香港NBA最麻煩就是 中文名字要說起來 你真的不懂 因為很多媒體都用英文先 沒錯 可能球迷間都喜歡用英文 直接稱呼球員 或者用他們的花名 繼續由剛剛新鮮滾爾辣 在布魯克林藍網隊 過了去鳳凰城太陽 亦都是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球員 就是杜蘭特 Kevin Durant KD 亦都是入選的 他和史蒂芬居里 就不能夠為明星賽上陣 因為他們兩位列入雙兵名單 不會出戰全明星賽 繼續下去 有效力木狼的艾華斯 Anthony Edwards 然後到帝王隊的霍斯 然後到超級明星 Paul George 保羅佐治 效力洛杉基快艇 然後到雷霆 有亞歷山大 然後有劉馬 對呀 Halbertton 以我所知 我就真的不知道他中文 這個可以補充 剛才忘記一個 叫哈里伯頓 亦都是叫一個 冒起的超級射手 之前亦都有傳過 其實在交易期間 其實很多球隊想挪子 但最後還是留在劉馬 好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 上陣的時候 繼續下去 就有這個 True Holiday 智母哥的隊友 他亦都有一個 打的 又是有一個 歌字背的稱號 叫做假期歌 或者放假歌 因為他真的叫Holiday 然後呢 就到這個 灰熊的 謝倫積信 Jr. 即是 謝倫積信 是兒子 亦都是入選的 之後呢 就是 托方者 波特蘭托方者 的超級球星 當家球星 就是利拿德 The main leader 人稱叫做 手錶佬 因為他就 好出名 拙殺的時候 入球去贏球 之後呢 就到紐約 紐約 唯一一位 可以入選 全明星賽的 球員 Julius Randall 難道 之後呢 就到 帝王 沙邦尼斯 這個近排 都是狀態大勇的球員 之後呢 就到 加拿大代表 多倫多速龍的 西亞琴 西亞琴 最後一位呢 就是 亦都是列入雙兵名單 但是他本身呢 是相當高票數的 效力唐我的 Sion Williamson 人稱香港人 很多人叫他做 紀安 因為他的外表 真的又好像 多拉起夢裡面 那位紀安 那麼 後備名單 那麼 就幾十位的全明星球員 將會在 這個全明星賽的正賽上陣 沒錯啦 那麼 這 那麼多位球員呢 其實 後備名單方面呢 都是由三十個NBA的教練呢 其實就合共投票選出的 那麼當然啦 本身 粉絲投下去呢 都是有一定的加成 或者支持作用 才令到他們可以脫穎而出的 那麼其實 值得說一說 就是說 其實NBA除了我們提過 剛剛那堆的正選後備球員之外 有沒有機會 其實有些特例 可以呢 沒有人頭 或者是 吳士太太出名呢 都可以叫做 入到去 明星賽片做正選 甚至後備的呢 其實歷史上呢 是發生過的 也都不是太遠之前的事而已 那就是2019年了 不過呢 剛剛所說的 兩位球員都很出名 就不是 物物無名的 那就是韋迪 和盧易斯基 那2019年的時間 都因為呢 他們 退休了 所以就叫 選他們進去 讓他們打幾分鐘 拿一下掌聲 對 因為D-Wade 這個韋迪 和盧易斯基 是十分之受球迷歡迎的 有稱德國昌的盧易斯基 他來自德國的 一個外籍的球員 仍然在NBA 阿拉北島 One Clubman 打了他大約19、20年的職業生涯 是贏得很多球迷和球員間的 尊重 這樣想回 這個做法 又很合理 一來尊重 有貢獻的球員 又可以敬佬 又可以給他們 一個美好的回憶 一次過講完 全明星的名單之後 正選的名單 我們都知道 有哪十位 但最有趣的是 我不知道陣容 也挺有趣的 其實為什麼 有名單 但沒有陣容 奧斯卡 沒錯 因為NBA 今年又搞新議事 早幾年就玩完賽制 今年就連開球之前 挑選人 都要特別搞一個特別節目 香港時間就是9點鐘 早上開球 NBA都說 到早上8點半的時間 臨開球之前30分鐘 才會去挑選人 由兩邊的隊長 志姆哥和詹姆斯 在大家中目睪睪底下 對著螢幕 跟大家說 我想要誰打我那隊 當然 會分開 每邊選四個正選球員 然後 另外一個後備的群 就會逐個逐個輪流挑選 就好像我們去打街場 猜挑選人 就選自己的隊友 球員說了 其實在球場上面 就不僅只有10個球員 還有教練 那麼東西岸的教練 又是哪兩位 教練方面 早很多次 明星賽之前兩個星期 已經根據東西岸的排名 就選了出來 分別是東岸領先的 蔡爾特仁的主教練 就是馬蘇娜 以及來自西岸 金拜的教練 就是米高馬龍的教練 亦都是名宿教頭馬龍的兒子 教練都知道了 最重要的是 作為我這些籃球迷 有時都喜歡買幾件球衣 今年全明星賽在猶他打的全明星賽 球衣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以我所知 米高佐頓 這個brand Air Jordan 連續第六年 就贊助全明星賽的球衣 奧斯卡 可以講一下東西岸的球衣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沒錯 Air Jordan的牌子 一直都是被人討論 為什麼呢 因為球衣的設計 越來越簡約 首先講講 就是 款式方面 其實西岸 就是由藍色和黑色組成的 上半身 也是由淺藍色慢慢漸變 而腰間就是呈黑色的 胸口也是印了All Star的字樣 而腹部位置就是有球員的號碼 而腰間的旁邊 也是有一條由肩膀延伸到腰部的白色線 這條白色的直線 也是代表著 那條由岩湖中間慢慢收窄的一條混河 而東岸就是由上面橙色 慢慢漸變到腰部的黃色 今年其實暫時 已經在旁邊街上買到NBA All Star的2023波衣 但是呢 就不知為什麼 波衣已經印了號碼 但明明都還沒有選人 真不知道到時候可不可以 跟官方申請換衣服 是啊 這個挺有趣的安排 差選人 搞到球迷都未必敢 這麼快去買這個明星賽的波衣 去支持他自己的 喜歡的球星 那麼 講完波衣 就講一下 在哪裡比賽 雖然在猶他州 大家都知道 會在猶他爵士的主場 去舉辦這個全明星賽 但其實呢 就不止一個場館去舉辦 其實是有 共有兩個的場館 一起去搞這個 All Star Weekend 講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場館就叫做 John Huntsman Center 其實呢 就是猶他大學的主場館來的 這個主場館就會舉辦他們的 籃球和體操比賽 這個場館其實都算歷史悠久的 1969年就落成了 是一個白色圓拱形的建築物來的 他看上去其實好像一個很大的蒙古包 又或者是大家去喝茶的時候 不妨叫一下這個流沙奶黃包 摸一下他的外形 其實就十分之相似 又講一下這個 John Huntsman 是什麼家夥 John Huntsman可以成為一個主場館的名字 他一定是有錢老 富商 其實他除了是一個富商之外 亦都是大慈善家 給了很多錢去發展這個體育 尤其是學界的體育 他給了很多錢 猶他大學去支持他們的運動員 其實他就是靠化工起家 是一個化工企業的富商 如果大家去美國食物當勞 美國麥當勞的漢堡包的膠盒 就是他提供的 他亦都是由這個提供 麥當勞漢堡包盒去發跡的 這個John Huntsman 這位富商 其實就在2018年 前幾年就過了身 在這個John Huntsman Center 這個主場館去舉行什麼賽事呢 在這個All-Star Weekend 他就會搞這個全明星的名人賽 到時就有很多不同的球星 演員 喜歡打籃球的明星 都會來打一場有此先成分的比賽 之後呢 亦都是全明星球隊練習 其實東西岸 他們自己都會分組去練習 但都是會按著不同時間 去進入猶他大學的主場館 去舉行這個練習 亦都有這個發展聯盟 明日之星賽 叫做G-League Next Up Game 給這個NBA的梯隊 即是次一級的聯賽 發展聯盟的球員 亦都去感受一下 NBA All-Star Weekend 的氣氛 講了John Huntsman Center 當然要講猶他爵士的主場 猶他爵士的主場 由以往叫做Delta Center 亦都改變了他主場的冠名 的命名權 叫做5th Smart Home Arena 中文譯做很長的 叫做生活智能家居球場 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智能家居的科技 在這個球場裏面 這個主場館年輕很多 1991年才正式開始試用 所以他在1993年 第一次舉辦NBA明星賽 節目開始的時候 都有講 這一次是紀念猶他州 第三十年去舉辦NBA全明星賽 這個場館比較大 容納的人大約有二萬人 比起猶他大學的萬五人多一點 亦都會成為全明星週末正賽的主場館 其實他除了舉辦正賽之外 還有不同的比賽 例如新秀挑戰賽 亦都有技巧挑戰賽 以我所知 字母哥三兄弟一起去參賽 這個技巧挑戰賽 技巧挑戰賽之後 還會舉辦三分賽 三分賽總共有八位球員去參加 講幾位重點的球星 有效力賣物熱火的泰拿希露 有托方者超級球星利拿特 有主場球員麥卡倫 還有塞爾特仁在全明星賽正選球員 Jason Tatum 帝母 入津賽今年有些特別 奧斯卡 沒錯 今年特別是甚麼呢 就是入津賽四位參賽球員 都是比較默默無名的 比較熟悉的可能就是 堅人馬田 來自喉斯頓火箭 這位球員 是名宿堅人馬田的兒子 另外三位就是 Mac McClone 來自七六人 還有Trey Murphy 來自唐我 另一位就是 Jeric Cho Simms 來自紐約人 反而五位的評判 都是聲音 見到 Jameel Crawford 三屆NBA最佳第六人 Lisa Leslie 就是WNBA 即是女子版NBA的八屆明星球員 當然不少得在著事方面 的名宿 卡爾瑪朗 也是十四次的NBA全明星球員 還有一位就是 米娜 我也不太認識她 但資料上就說她 是兩屆入津賽 入津王 另外就是偉健士 九次的NBA全明星 以及兩次的入津賽得主 是的 就這樣看 評判的名氣 比比比比比賽的球員 儘管看看 今年會不會 這個入津賽 令我們球迷大跌眼鏡 原來這四位球員 都可以鬥到難分難解 很精彩 我們說了這麼久 為什麼會今集 特別講一下NBA明星賽 就是因為我們開聲看 會為大家做NBA明星賽的聲音直播 我們什麼時候會做直播 奧斯卡 在香港時間 2月20日星期一的早上 九點鐘開播 而為大家評述 我們兩位 以及第一屆的車士打 當然不少得你也要支持 大家當時最好買定早餐 聽著我們開聲看的直播 時間有點早 對開聲看的同事來說 絕對是一大挑戰 看看會不會在YouTube上 這個聲音直播 準時九點鐘見到大家 亦都希望大家 九點鐘的時候 來到開聲看的YouTube Channel 支持我們這個聲音直播 我又聽聽說籃球的口術影像 今集的開聲看真點時間差不多了 我和奧斯卡在這裡說一聲 拜拜 拜拜